君子 食无求报 居无求安 敏于事而甚于言 你告诉我 你对得起你平日所学的理 可圣人也说了呀 食所信也 吃东西就是人的天性啊 巧说如簧 圣人岂有你这个意思 谁叫你的 母亲 胡说 你母亲怎么会扭曲圣人的言语 母亲 侯爷 怎么又生气了 我没生气 赵先生 在书里一直等着他上课 他却在子弟胡闹 侯爷 钟哥年纪还小 他贪玩也是正常的 这样的小孩才机灵嘛 三日的功课 他逃了两日半这也叫机灵 赵先生都气得要早了 你说怎么办 侯爷 不如让玉哥和尊哥一同读书 一来呢 玉哥比尊哥年长 也能给他做个表率 二来 教玉哥的孔先生 家母染急 情辞已久 也不能让他功课耽误太多呀 他们兄弟两人一同念书 也好有个照应 玉哥 你可愿意和弟弟一同读书 孩儿愿意 孩儿一定能用功 并且督促弟弟好好学习 起来吧 以后 你们俩就一同读书 我会智慧你姨娘 是父亲 嘿嘿 你们如此决定 我不同意 玉哥的功课 虽说耽误不得 但两人身份有别 应当分开教养 方能各有所得 否则敌数不分 将来 会惹出不少麻烦的 你们想想 多少迷门望族 闹到最后 兄弟戏强 闹到家道败落 你们当引以为戒啊 母亲 曹操当年种植青批 才有了之后的七部师 若他当时能够一视同仁 那曹植和曹丕 定能明白血浓于水 手足秦深的道理 若他们陆力同心 那只怕曹魏会更加兴旺 我能明白 因为你是戍女出身 所以觉得应该一视同仁 可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 自有其道理所在 没那么简单 母亲说得对 也正因为我有过这些经历 所以我也深深地明白 这兄弟姐妹之间的纷争 它并非是地位和身份的悬殊 而是缺乏情感交流 那你的意思是 我错了 还是老规矩错了 母亲 其实 这是我的意思 准哥贪玩懒散 玉玉哥呢 勤奋好学 若是他们两个能一起念书 那也可以给准哥一个好的榜样 对准哥是有利无害的 既然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那以后这事我就不管了 母亲 您是咱们徐家的定海神真哪 是啊母亲 家中的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的 我还有好多都还不懂 还得向您学习呢 十一娘 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现在已经用不着我这个老夫人 在那儿指手画脚了 我也是半门弄斧 您老人家吃的盐 比我们吃的饭都多 怎能跟您比呢 好吧 赶紧动筷子吧 你们俩在那儿一唱一喝的 比我看的戏还要有意思呢 居哥温和宽厚 颇有几分尸子风范 但也适合走客举之路 侯爷长年征战在外 对孩子们都不够了解 现在回京当差 有空呢 就多跟他们聊聊 只怕会发现更多 郁哥 年龄不小了 和尊哥一起念书 总不是长久之计 我想等明明开春之后 送他到乐山的锦西书院 明年 郁哥才十岁 就去这么远的地方读书啊 郁不拙不成器 可何况锦西书院的江先生的学识 人品 都是备受世子学人们推崇的 男儿志在四方 到那里去见识见识 眼光 胸襟都会开阔一些 对他日后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何爷说的也有道理 其实 我还有其他的考虑 什么考虑啊 文家 常年在沿海经商 生意上 难免和欧家有些关联 文一娘自嫁见徐家以来 也不甚安分 这样无一时 也理不清头绪 侯爷仍然怀疑文一娘 是欧家内应 虽不能确定 但也不能说她毫无嫌疑 所以侯爷是想要把玉哥送走 怕她被人利用了 姨娘 玉哥真是争气 虽说是陪尊哥去读书的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咱们玉哥可比尊哥上进多了 可不是吗 要不是我们家玉哥啊 这么争气 侯爷能重视他吗 咱们玉哥哪点都不别人差 早该如此了 我要趁着侯爷现在这么重视玉哥 好好帮他找一个名门望族的媳妇 这样才能稳固他的地位 那姨娘不如去问问二夫人 她出身名门 人脉宽广 最主要的是她心疼咱们玉哥 肯定愿意帮忙的 此言有理 这事要趁早 走 我们现在就去 玉哥 你对你的前程有何打算 老师曾教导过 好男儿当行天下路 官室监警 读万卷书 孩儿愚钝 不能像父亲那样驰场沙场 见功利业 但孩儿想走一条自己的路 我想好好读书 考个功名 将来为徐家光耀门眉 好